一磅牛肉从5.99美元涨到了12美元 一磅韭菜从1.25美元涨到了3美元 西瓜6.99美元一个涨了2美元 最近啊这美国老百姓发现自己的菜篮子有点不堪重负了 因为通胀来了 从3月份开始美国的物价飞速的上升 5月份的CPI已经到了5% 近13年的新高 涨价的不只是农夫产品 还包括煤炭和天然气等能源 连密封袋都通过减少数量来变相涨价了 前阵子巴菲特老爷子在股东大会上说 我们看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现在不仅他们看到了 所有美国人也看到了 还感觉到了 去年赢了史上最多的钱 出现了通胀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对其他国家而言确实是的 但是对美国那可不一定 美国上一次有那么高的CPI 还得追溯到2008年的9月 当时因为金融危机 全球也在大水漫灌 但很快美国的CPI就下降了 原因是美国印出来的钱撒向了全球 一部分推高了全球 大宗商品 股市和楼市 现在还包括虚拟货币的价格 一部分从中国 印度等制造大国 购买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 商品供应稳定 大部分的钱没在美国本土循环起来 自然就没有太多的通胀压力 但是因为疫情 这套以往很溜的模式 它出现了问题 首先历史级别的泛滥 对应的是历史级别的大宗商品上涨 去年以来 动力煤 挪文钢 铜的价格 几乎是在短期内翻倍 原油一度涨了2007% 面对这样的上涨 中国制造效率再高 也不得不涨价 另外别忘了 之前美国还对不少中国商品 加征了25%的关税呢 这个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 反映到零售价格上 当然了 财大气粗的美国 它原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走得更近的印度啊 越南啊 但是印度这个猪队友吧 他不仅搞垮了自己 还把东南亚国家都给拉下了水 这么一来 目前全球唯一可以稳定开工的制造大国 只有中国 这就相当于一个中年人去年被病魔折腾的够呛 今年呢 挂了盐水 打了疫苗 有了想出去走一走 吃点东西的欲望 却发现自己只能从一个已经涨价的超市里去买东西了 除了买买买 还有什么办法呢 海关总署刚刚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仅仅在5月份 对美出口就增加了38.9% 远远高于27.9%的出口增长平均值 左右被打脸还不够 按照之前的常规套路呢 美国放水全球就会跟着放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这一次 考虑到经济复苏的势头比较强劲 以及房价上涨和通胀压力 人民银行不跟了 反倒从今年开始温和的拧紧了水龙头 于是美元因为印钞继续贬值 而人民币因为需求上升和流动性收紧 开始升值了 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 人民币对美元差不多上涨了10% 美元贬值 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代价就更大了 另外因为疫情 全球货运价格涨了一倍多 价格贵了 效率却更低了 现在大批商品积压在美国港口 无法正常的流入市场 也导致了供应紧缺 很多人认为只要是物流环节好转 美国的通胀率就会有效下降 不过即使借助疫情和国内的汇率 以及货币政策僵了美国一军 在全球大通胀的背景下 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去年至今由于猪肉价格下降 CPI的增幅并不明显 但是所有人能够从日常消费中感受到物价的快速上涨 尤其是跟大宗商品有直接关系的工业品 5月份PPI同比上涨了9% 通胀压力并没有消除 而对大部分出口导向的中小制造企业来说 去年至今虽然订单拿到了手软 但是也很有可能因为人民币持续的升值 没有及时换汇 海运价格暴涨 出口难度增加 以及原材料不断涨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没赚到什么钱 所以对中国的经济复苏也不能过于的乐观 更大的不确定性依然来自于美国 如果美联储顶不住通胀压力突然就加息了 全球货币进入退潮期 资产价格必定会面临剧烈的动荡 作为投资者 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风险吗 巴菲特之前就表示 自己是暂时不会进一步对美股追加投资的 而是会长期保留15%的现金 东点财经人生晚饮 欢迎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